腾讯7月10月4月训,雷霆季前塞接木战不滴火塞,丹尼斯士罗德得到21分9助攻,史蒂文耀当斯得到17分12篮板2助攻,文少和乔治等人缺阵,火塞这边,安德烈德拉蒙德得到31分16篮板, 扎扎帕楚里亚得到10分3篮板2助攻,格里奔缺阵,正视频直播NBA季前塞森林来VS宽传堂四称把内线火塞VS雷霆视频极紧,为少替身单挑装神本场之星,丹尼斯士罗德士罗德加盲雷霆,之前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攻击型孔球后,人们知道他加盲雷霆过后,能解决雷霆的第六人问题和替补德分问题, 但是不知道他如此优秀,在今天对战火塞的比赛中,我们看到了士罗德出色和全面的进攻能力,也看到了他肩部的投篮选择,看到了他非常出色的控球和组织能力, 这样的士罗德是雷霆需要的士罗德,他们替补上就需要一个这样收放自主,能够得分能够组织的优秀控球后卫,就像当初的詹姆斯哈登和雷吉杰克逊一样,士罗德肯定没有哈登的上限高, 但是他绝对不会输给雷吉杰克逊,因为他比杰克逊健康,而且愿意接受微笑的替补角色。 比赛归故,活塞显身雷霆雷霆新元士罗德开局表现不错,他先是助攻,亚当次空中接力上来得分,然后又自己突破上来得手,得到自己加盲雷霆的第一分,帮助雷霆将比分追成四平。 在其后的比赛中,士罗德展现出了几位出色的个人进攻状态,他甘巴中投得分,突破上篮得分,自己运球投中三分,帮助雷霆14比8领先,活塞猛将渣渣二楚里亚上来过后发挥出色,帮助活塞首截26比28破金比分,士罗德首截个人得到11分,活塞小将斯坦利约翰逊发挥出色, 他帮助活塞31比29反超比分,雷霆一度处于被动状态,但在雷霆换上士罗德和亚当次过后,在场面得到感官,士罗德就像和亚当斯配合了十多年一样,频繁助攻在内线扣篮得手,士罗德自己也投中三分,帮助雷霆42比36尺的领先,但是活塞在装神率领下也打得不错, 半场49比52要助比分,士罗德半场得到17分6助攻,雅当斯半场得到14分6篮板而助攻,一边在战,活塞打得越来越出色,雷吉布诺克和安德烈德拉蒙的连续得分,活塞53比52反超比分,在随后的比赛中, 装神如同内线怪兽一般,不停的内线得分,帮助活塞68比60扩大分差,关键时刻,士罗德再次救主,他先是助攻阿弗里内斯投中三分,然后自己连续突破造成大规获得罚球,绑住雷霆把揮腿,第三节结束,雷霆73比75要助比分, 第四节比赛开始后,雷霆气势如虹,风卷寒云一般,打出一个9-1攻击波,前三节没有得分的诺埃尔突然发威,他先是在内线完成上篮,然后用中投逆,中,帮助雷霆打12比76反超比分,但活塞没有放弃的意思,兰斯顿加洛为外线标注三分,双方一般缠斗过后,活塞凭借德拉蒙德的神勇发挥, 成功拿下比赛,比赛花絮,雷霆思仪喊错过赛主帅名字,今天的比赛在雷霆主场举行,雷霆思仪在介绍球员和球队主教练的时候,把活塞主帅的名字,包成了斯坦法嘎迪,看来不止球员需要记前赛热身,斯仪也需要记前赛热身,实际上,活塞在休赛期的时候,主教练已经换成了德文凯西,斯坦法嘎迪, 被解除了在活塞的一切职务,未能重新回到活塞之教,双方先发,雷霆,班尼斯施罗德,斯伦斯福格森,蒂莫谢卢尔乌卡巴罗特,帕特里克帕特森和史蒂文,亚当斯活塞, 和塞卡尔德龙,雷吉布洛克,斯坦利,约翰逊,亨利艾伦森,安德利德拉蒙德同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